Hello,又是我,Uncle M,今天要给大家讲粤语的一个声调 今天我们学习的目标,除了把六个声调讲完,就是要让大家记住一到十怎么讲 只要记住了一到十的话,那就是一到九十九都会说了 好,那大家看到这幅图啊,这幅图呢就是粤语的那个声调 首先呢粤语呢叫做九声六调 虽然说是九声六调啊,但是声呢不代表它的调 如果跟普通话一样说啊啊啊啊的这四个声调的话呢 粤语呢就是六个,前面的六个 后面的那三个呢它只是把入声的那些字呢分开讲了 但是不难发现啊,它入声的那个七八九 其实是跟一三六的那个声调是一样的 所以呢后面的三个我们不要管 我很简单的告诉大家就只有前面的六个声调 那这六个声调看起来好像很复杂,但其实超简单的 我们看到这个声调的话呢这幅图啊 我们就把它看作是那个五线谱 就是像音符一样的东西 那就是从高音到低音而已 那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 红色虚线上面的是广东话的发音声调 下面是普通话的 然后大家不难发现一声和二声其实它们是差不多的 但是普通话的三声和四声广东话里面没有 然后广东话的三四五六声普通话里面也是没有的 有一个有点像的是第四声 但是普通话的四声是从很高的地方到下面发音 四的这种发音 但是广东话的第四声呢它是在低的部分再往下 其实它那个再往下也没有说特别的下 它就是只有一点点的面画 这个时间的时广东话的话呢会读 C 就它不是从很高的地方C这样子读 而是在很下面的地方开始C这样子读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说广东话的人 声调一般都属于中音到低音比较多 是因为语言的这个系统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回到这幅图来看一看这六个声音怎么样读啊 首先呢先看一个平的发音 就是一声三声和六声 它们都是平的 只是高中低三个音阶不一样 如果一声的话呢我们就会读比较高 就会读腰腰 那如果是三声呢就把它降到中调 读成腰腰 然后六声的话呢 再把它往低一点降 降到那个五线谱的最下面 咬 咬 所以一三六其实就是高中低 咬 咬 咬 这三个都是平的 超简单的吧 然后呢再看到二和五 这两个呢都是斜着往上走的音 那刚才说了广东话的第二声跟普通话第二声差不多 所以广东话的第五声就是把普通话的第二声往下降这样去读 那如果是二声的话呢我们读 咬 咬 五声的话呢降低一点 咬 咬 二五就是咬 咬 最后呢就是四声 四声呢这个声音呢有一点微妙啊 它呢是降到下面 它呢是降到下面 它降的那个部分也不多 它就读 咬 咬 那如果我们从一到六读一遍的话就是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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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还有最后一个四的话呢其实根本就不难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听起来觉得粤语的那个声调呢要比普通话要柔一点 就是因为粤语里面没有普通话的那个第四声 没有从上到下的一种那种啊的一个变化 所以呢听起来呢会比较柔 那就不像普通话那么强硬啊 这可能也是因为这一个原因有人觉得我说话比较柔一点 就是因为粤语里面没有那么大的变化而已 好那讲完这六个声调之后呢我们今天呢就来第二个目标 就是把一到十给学完前两节个跟大家讲的尾音的一个变化 有k有t有p还有有m的部分要注意之外 另外就是看他的那个声调了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那希望大家以后呢说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都不要再说成一二三四五 这样子呢会好听很多啊 粤鱼有问题 小安扣烟吧